中华民族生活在一个辽阔的壮丽河山之中 从远古的时候开始 我们的祖先就用画笔来抒发他们对这美好人间的种种感受 经过一个漫长的审美心灵的发展过程 宋代的山水画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真体 山水画的成就与人们对大自然的审美水准有关 在古人眼中 他们渐渐不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风景 而更是一些活生生的可以与人对话的造物 春山淡野而如笑 夏山苍翠而如低 秋山明镜而如庄 东山惨淡而如睡 这是泛宽的西山行旅 画面上高山深谷古墓巨石 大自然雄魂浓烈的气息 窗面而来 而山中小道上的人物与动物 则十分渐渐及 river 则非常渺小 而马远的寒江独调图 因为流出了一个孤独的渔翁 但这个人物实际上只是他周围冬天空放荒野的陪寸 作者亦在营造一种渺茫寂静的雪原中的美